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著名的撐警藍絲藝人譚詠麟和鍾振圖 又有偉論發表 佳欣在今年8月時將會推出紀念唱片 以及在11月時將會舉行演唱會 所以有些記者去訪問他們 到底你們近來有甚麼感想 譚詠麟和鍾振圖被記者問 自從你們去年公開撐警後 有沒有擔心會連累唱片銷量和演唱會的入座人數 譚詠麟就開始發表偉論 他說 我們的立場只有一個 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去表達 但感覺上我們沒有被尊重 好像被針對 譚詠麟真是好笑 到底哪一個針對哪一個呢 在去年6月30日的撐警集會 譚詠麟也曾說過 你去出席這個集會 就是撐正義不是撐政治 到底何謂撐正義呢 請問 當時已經發生了很多惡行和暴行 那些警暴行為一幕又一幕上演 警察握著警棍 棍如雨下打擊那些年輕人 搞得頭破血流 又射暴代彈 催淚彈 向人群直射 搞得有個教師已經爆眼了 當時已經一幕又一幕上演 你仍然覺得這些警察是正義的 還有什麼好說呢 你被人批評就已經被遇上了 你出席這些撐警集會 就被遇上了有人批評你 沒理由只有你去撐人 就沒有人柴台 這樣說也不適合 至於這個中鎮圖更厲害 去斥責那些青年人 是九唔搭八 到底誰才是九唔搭八 那些青年為什麼要走上街頭那處抗爭呢 他不是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 不是因為劉家歸 不是因為要打劫金譜打劫民行 只不過他們要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自由 而且他們爭取的就是民主 這麼簡單 有幾九唔搭八 你自己有沒有親自去了解過 說人九唔搭八 到底哪一個針對哪一個呢 你不是發表了這麼九唔搭八的言論 怎麼會被人批評 連粉絲也扔爛了黑膠碟 又不見歌神許冠傑被人針對 人家都說明了 何關堯請他去撐警集會 他都不去 是不是 有些事是非黑白要分得清楚 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 然後有記者就問到他 有不少人都表明是你們兩位的忠實歌迷 你們是否覺得被自己的歌迷針對 阿倫就回答 那這些是見仁見知 看你怎麼看 那什麼看你怎麼看 正正就是很多歌迷都看不過眼 不單只是一個半個 而且是很多你多年的粉絲 買足了你的黑膠碟 買足了你的演唱會的錄影帶 都拿出來扔 拿出來弄爛他 甚至乎放在街頭上被人任人打 為什麼呢 正正就是要向你表達出不滿 因為你不分青紅造白 那些絕對是你追隨了多年的粉絲 吾日三省吾身 到底你沒有反省過 顯然是沒有的 好了 接著記者再追問他 今年二月的時候 你曾經跟鄧炳強和一群警察 攬頭攬頸和合唱 事實上也是 不單只是吃飯 而且譚詠麟還興之所致 跟謝真宗合唱一曲 再見亦是淚 我記得當天的片段 記者就問他 會不會邀請鄧炳強去欣賞演唱會 譚詠麟就回答 不要扯那麼遠 私底下說的 不要管那麼多 那次是一個突然說 要來多謝我們 事前都不知道 嘩 真是厲害 連鄧炳強也要親自登門 拜訪和你犯罪 吃飯的犯罪 然後還要多謝你 多謝你什麼 你做過什麼 是不是多謝你撐警 這些根本就是一憂之樂 那你就不要說別人針對你 對不對 人必自無 然後人無知 這些叫做 好了 最後 這個記者再問他 不少歌迷都對你兩位失望 你們兩位如何應付好呢 譚詠麟就回答 這個不在於我們 我當然希望粉絲永遠不變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 到現在都沒有變 不要把娛樂拉到政治 嘩 這些說法真是離地 堅離地城都沒有你這麼離地 譚詠麟 哈 香港是法治的地方到現在都沒有變 請問你睡了多久 剛剛出來 剛剛回香港 有幾多青年被警察無厘頭的還押在拘留所裡頭幾個月 然後一到上庭那一刻 竟然之間就由律政司出來說要撤銷控訴 這幾個月 豈不是白坐 完全沒有對那群青年作出補償 然後律政司和香港警察又不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和後果 這些叫做法治 上一趟那個藍官走去表揚藍絲的刀手 說他情操高尚 這些為之香港有法治嗎 你不要搞笑 還有 你說不要把娛樂拉到政治 完全就是廢話 譚詠麟 當年八九年的時候 你們搞過什麼活動 那個活動在跑馬地馬場那裡搞的 就叫做民主歌聲獻中華 當時四月份 當時是 李譚詠麟雖然沒有出席這個活動 但是都錄了錄影帶 當時是豪情狀語的 說要剝李鵬牙 剝李鵬的鵬牙 竟然是說這些 現在就是大逆不道 以及政治不正確的說話 我對於你這番說話 就真是歷歷在目 不知道你自己本人記不記得 請問你這個民主歌聲獻中華 是不是把娛樂拉扯到政治之上 這個本質就已經是政治活動 你就是要聲援那些在北京 搞民主運動、學生運動的學生 搞來討論 這些算不算是把娛樂拉扯到政治之上 還有譚詠麟也有份唱很多維穩歌 包括香港回歸十周年的時候 你就是唱了那首《始終有你》 我想請問 你自己作為娛樂界的人 就是唱首歌 慶祝香港的主權移交十周年 這些是不是把娛樂拉扯到政治之上 還有 譚詠麟曾經做過這個人中之龍 曾經做過百百分之一 當時因為這個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 只有百百人 後來就加了現在就千二人 你曾經是這個小圈子之一 你是代表體育演藝文化出版界 當時你還上過香港電台的時候接受訪問 非常大聲地說了一句話 叫做我挺董 我到現在還記得 當時你有份提名董建華 在02年那一屆的行政長官選舉 我想請問這些是不是娛樂拉扯到政治之上 這個本身已經是政治活動 你完全是代表娛樂界去參政 你真是做行政長官特首的選委 那件事件的本質就是政治活動 為什麼你當時不說這句話 就說不要把娛樂拉扯到政治之上 你自己還真是參選 你不參選 何來真是做到特首選委 真是 好了 接著再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關於這個鄧炳強 他在區議會會議之上 今天元朗區議會開會 鄺俊宇就是元朗區議員 鄺俊宇就當面質詢他 然後這個死人鄧炳強 竟然聲聲作態地說要慰文 鄺俊宇 你還要慰文嗎 好再來到說 你這樣一個戰步衝過去 用膝頭的跪下去 鄺俊宇的頭 他那個臉部當然 跟那個臘青地下磨薑 當然會 當然會 痛楚小不免 這樣跪下去 幸好你沒有傷到頸椎 告訴你 否則整個人都坦了 真是會 植物人都有份做 這些人渣敗類 真的不能說 根本上沒有可能這樣做 你拉歸拉 你不可以再這樣跪頸 而且你衝過去跪頸 那一刻無情力 你完全是控制不到的 整群瘋狗 真的離譜 以為自己真的可以打橫行打斜行 歷史都會清算你 是不是 你看巡賄 衰足這麼多千年 油炸賄就變成油炸鬼 到現在吃早餐都還要吃他 這個巡賄就整個銅脹出來 被人吐口水 被人吐尿 你說多麼折朵 你自己小心一點 自己的下場會不會像巡賄一樣 告訴你 好了 至於場外又怎樣呢 場外這群藍絲 當然是圍在一起去撐警 那群警察又不理會 後來有個黃絲大嬸走過去 跟那些藍絲吵架 實情這群警察就是執法不公 雙重標準 為何藍絲不依這個限制去拘捕他 為何你不噴他胡椒 為何你不拘捕他非法集結 這些根本上就是限罪惡法 就是把警權無限擴大 執法的權力就是在於你警察之上 你喜歡執法就執法 不喜歡就看不到 所以這些完全是惡法 好了 接著有一隻藍衣的警察 就走過去跟那個大嬸吵架 喔 接著呢 竟然之間 就有一隻穿白衣的督察走過去 叫他不要再說話 就拔開了他 根本上你不知醜 大人大者人你知醜 當街當巷 跟那個大嬸吵架 你不是很短的嗎 而且你是出糧 是紀律部隊來的 對不對得住自己的制服 對不對得住香港的納稅人 你不知醜的督察也知道醜 叫你拔開了 整班人都沒有來搭煞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